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冬天生意惨淡 创始人就研发了其他的热食跟热饮 但是经营的不是很好 后来创办人就研发了鸡爪洞 生意就慢慢的好转了 连冬天也都卖得不错 后来我们觉得卤汁丢掉可惜 所以我们就试着卤豆干 没想到很好吃 所以我们就尝试更多的平民美食 卤更多好吃的卤味 我们一开始到新的商圈里面做生意 生意不是很好 因为周遭的客群消费者 全部都是学生比较多 然后我们传统的家庭的观念 就是说吃鸡爪撒脱 后来因缘计会下 有一位美食记者来采访我们 因此民生就打开了 然后我们店里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 我们的卤味除了在卤包中 加入素种中药新香料天真风味外 传统纯量制的酱油 也是我们卤味好吃的秘方之一 我们使用的酱油 除了没有添加人工甘味外 纳含量也是最低 虽然成本高出很多 但是提供健康美味且人人吃得起的台湾小吃 是我们的目标 食材也坚持采认证肉品 安全新鲜 卫生营养 让客户吃的安心有保障 每天早上厂商送来的新鲜鸡爪 还有鸡翅 就直接送到冷藏库 接着开始除毛洗净 把每一只鸡爪洗得干干净净 再将不合格的鸡爪淘汰 把处理过的鸡爪放在卤汁中煮滚 浸泡数十小时以后 让鸡爪入味 其他像是豆干 阿贵 豆皮 鸡腿鸡翅 也都是精心滷至数小时以后 才包装冷藏 会喜欢它的特色是因为 它的那个招牌鸡爪洞 鸡爪洞的话 那个滷味滷到那个骨头都入味 所以吃的时候连骨头都啃下去了 我们的创办人曾经说过 便宜也是一种特色 我们不追求产品的包装精美 广告行销 网络通路 只愿以便宜的价格 安心的食材 美好的味道 打动每一位来自各地的老饕们 除了鸡爪以外 鸡尊 鸡翅也很受欢迎 食材经过清洗汆烫 再用卤汁和辛香料烹调 浸泡数小时以后 拌上麻油 冷藏过后风味绝佳 吃一口就让你停不下来了 然后豆干呢 是用卤完的鸡爪的卤汁 放一些姜片继续卤 浸泡几个小时以后再冷藏 鸡脚的精华也都在里面 吃起来又Q又香 又有胶脂 毛豆 是选用在地毛豆 用蒜头 黑胡椒 还有盐巴拌匀 当开胃菜或者是当点心下酒菜 都是很棒的选择 我们有定出制作过程的SOP 确保每样产品的配料 份量能够固定 并且服以多年的经验 从原料 食材严格把关 才能确保每项产品的味道保持始终如一 让顾客吃得安心 吃得美味 我每次回来都会吃他们的冰 他们冰上面是红豆牛奶冰淇淋 然后下面有豌豆 还有绿豆沙 绿豆沙比较不甜 红豆冰比较甜 搭配起来就比较刚好 从最早的冰品到现在的卤味 以及陆续推出的酵素凤梨酥 还有凤梨酵素 我们始终坚持的信念 就是希望让客户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 秉持提供客人便宜 但又兼顾品质的好产品的精神 让人人都能吃到最棒的庶民美食